全世界最强的十艘航空母舰 第一名造价高达130亿美元 航空母舰是目前最大的武器系统平台 发展至今已是现代海军不可或缺的武器 它不仅仅是一艘配备作战装备的大型船只 由于世界范围内的领土争端永无止境 航母是世界各国海军威望和权力的象征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大国都在运营或建造 技术先进的航母 以维护其海上权益 目前仅美国 中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印度 意大利 泰国 拥有航空母舰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看看这十艘威力惊人的海上霸主 第十名 维克兰特号 维克兰特号是印度历史上建造过的吨位最大的军舰 满载排水量约4万3千吨 造价高达2000亿印度卢比 能够搭载约30架各型舰载机 以新800名水手 这是印度自己建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而它的名字 维克兰特号 来源于上世纪60年代 印度引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多少是有点酷的 这名字来自泛文 意思是勇敢 而它的座右名翻译过来 就是我打败了所有与我作战的人 舰上拥有5英里长的跑道 以及无敌多的发电机 多到什么地步呢 就大概能同时照亮费城和萨克拉门托两个城市那样吧 第九名 圣保罗号 圣保罗号是一艘有故事的航空母舰 在从巴西海军正式退役之前 圣保罗号曾是巴西历史上最大的军舰 也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航母 圣保罗号航母于1963年在法国建造 可容纳1300名船员 并搭载30架战斗机和直升机 2000年 巴西政府以1200万美元的价格 从法国购入后 圣保罗号航母于2001年4月 正式入役巴西海军成为巴西第二艘航母 巴西最初仇出满置地计划 对圣保罗号进行改造 但后来被造价太高劝退 后来还因为日常运维的费用过于高昂 圣保罗号航母退役了 美国成为了西半球唯一一个 仍在运营航母的国家 2021年3月 它被当作废基数 以约2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土耳其造船商接手 圣保罗号踏上了被拆卸的不归路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第八名 戴高乐号 好了 我们是时候回法国了 说到戴高乐号 是法国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和世界上唯一艘非美国海军立下的 核动力航空母舰 也是法国海军目前唯一艘在意航空母舰 核动力潜艇要常见得多 但核动力航空母舰却很不寻常 这让它不太可能遭遇圣保罗号那样的命运 毕竟法国人最近投入了大量的现金 来对它做整修 现在 它可以容纳40架飞机和直升机 以及1350名水兵 戴高乐号满载时 排水量达4万2000吨 它是加入法国海军的第10艘航空母舰 于2001年服役 戴高乐号航空母舰 标志着法国建立起全欧洲国家中 最完整的国防工业研发体系 绝大多数关键性武器都实现了自主研发生产 在许多方面还足以在美俄两强之外独树一致 第七名 维克拉玛地亚号 维克拉玛地亚 在梵文里意思是勇敢的太阳 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印度传奇皇帝维克拉玛地亚 但很多人不知道 这一艘航母曾属于俄罗斯 它曾是一艘苏联时代的船 直到2013年 苏联解体20多年后 它才移交给印度人 与巴西人不同 巴西人在购买航母后没有钱重新改装 印度海军改造了甲板 包括增加234个新的船体区域设计 改造后的维克拉玛地亚 从一艘基辅级航母 变成一艘苏小版的库兹涅佐副元帅及航空母舰 成为印度唯一艘中型航母 第六名 山东舰 山东舰是中国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 自主建造 自主配套的国产航空母舰 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 有趣的是 它是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建造的 直到卫星图像意外拍摄到它庞大的身躯 中国国防部才不得不公开承认 而这时候 山东舰已经接近完成 前面提到的好多大型项目 最终都超出了时间或预算 但山东舰就像一股清流 它不仅提前满工 还于2019年12月正式服役 比预期提前了一年 且山东号的吨位仍然维持在满载6万吨 舰载战斗机的携带量 却比辽宁号提高了50% 而且山东号航母 入列短短两年就迅速形成了战斗力 拥有了夜间起降能力 采用了全球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 与传统华越起飞桌白白 新航母配套的固定翼军机以后 均将采用弹射方式起飞 采用电磁弹射技术以后 兼15T兼35等舰载战斗机 就能够实现满游满弹起飞 执行制空和对海对岸等作战任务 能保障舰载机有最大作战半径和制空时间 与此同时是 它也是中国第一艘完全在国内设计和建造的航空母舰 作为一个中国人 瞬间安全感满满有没有 第四名 库兹涅佐夫号 听这名字的风格你就应该知道 这是另一艘俄罗斯制造的航空母舰 倘若将它比作人类的话 一定是个出身名门 夹到中落 历经坎坷 晚年凄凉的苦命人 库兹涅佐夫号是世界上第一艘 同时拥有斜直两段飞行甲板和华越式飞行甲板的航母 是俄罗斯海军主力舰艇 如今 但凡提及它 大多数时候 相关报道似乎都比较尴尬 库兹涅佐夫号 不是正在船厂进行大修 就是在准备维修的路上 或者是阻拦索老化断裂 造成伤亡事故 再者就是它那惊人的滚滚黑烟 以至于被戏称不用雷达就能探测到的航母 或者 一块被烤糊的红薯等等 可以说 这个见证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 命运多船的 库兹涅佐夫号 堪称苏联和俄罗斯海军一个历史悲剧的缩影 第三名 伊丽莎白女王号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 得名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她是英国都夺王朝的末代君主 也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伊丽莎白女王舰艇已经是现役舰艇 她们甚至参加了北约的训练演习 伊丽莎白女王是英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军舰 满载排水量达65000吨 几乎比无敌级航空母舰大了三倍 未来伊丽莎白女王将取代无敌级航空母舰 作为英国海军未来的远洋主力 第二名 尼米兹级航空母 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属于美国海军一共10艘 它们长近1100英尺 排水量超过10万吨 是当时建造的最大的军舰 每一艘物都包含4万吨钢材 这使得它们在水面上向你游来时 看起来非常可怕 事实上 制造航空母舰目的就是为了震慑敌人 我想在这个层面上它们非常成功 它们还极大的提高了美国空军的覆盖范围 老实说 一个限制机航母就足够了 它们居然搞了10个 而且每一艘都有两个核反应堆提供动力 可以在不加油的情况下工作20年 至于这个名字 它们是以海军上将 切斯特威廉尼米兹命名的 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出战 是当年最后一位在世的军官 第一名 福特级航母 在第一艘福特号正式定名之前 本级航空母舰原本被称为 CVN-21未来航母计划 福特号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舰 本级航母计划在2058年之前建造10艘 取代尼米兹级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新骨干 福特号航空母舰造价达约130亿美元 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造价最高的一艘舰船 福特号可以容纳超过40,500名水手 搭载超过75架飞机 该舰采用了诸多高新技术 主要包括综合电力推进 电磁弹射技术 是21世纪美军海上打击的中间力量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以上这10艘超级航母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